凡尘未了现下因果 难道是人间随意出了问题 叶晨你真是个傻子 当初要不是为了救我 你也不会 你们要干什么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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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放开这个女孩 倒是 赶快我们好事 给我打死她 我 你 呀 晴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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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 我萧卿雨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妈 妈妈 臭傻子 看起来你的位置 一致 萧卿雨 三天期限已经到了 你跟这个傻子离婚没有啊 妈 我是不会跟叶晨离婚的 不离婚 现在我们萧氏集团陷入危机 只有你跟这个傻子离婚嫁给赵少 赵氏集团才能帮我们度过离婚 难道 你想看着我们整个萧氏集团快场不成啊 妈 叶晨他曾经救过 当初也是一名答应让他入坠的 萧氏集团的危机 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解决 你靠什么解决 靠这个傻子解决吗 这个傻子让我们消息 在江城成为孝兵 你信不信 我现在让这个傻子把西郊喝了 他都毫不犹豫 傻子 不能把这盆西郊水给我喝干净 我们怎么一天早上没有做完之 妈 说什么呢 这可是您的女婿 我可没有一个傻子女婿 我的女婿应该是赵氏集团赵金龙那样的上 能帮我们渡过难关的 妈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跟叶晨离婚了 听起我发誓 我一定会治好 治好 一个傻子 治好了也是一个废物 怎么能和赵少比呢 我没事 我没事 小京允 你给我记住 你什么小京允 他就能被小京放出你一切 包括你自己 我 休想踏出家门一步 赵少道 赵少道 赵少 你来了怎么不说一声 我好让清允去迎接您 不愧是江城第一位人向清允 像一个傻子 真是暴殿天舞 小京 好狗 小子爷 你在做什么 他是你的姐夫 你这样对他 你还誓言吗 你 姐夫 我萧子爷是何等身份 他夜神又是什么身份 你个连狗都不如的傻子 你配做我萧子爷的姐夫 好狗 小心 我的姐夫 应该是像赵少这样 英俊潇洒的高贵公子 我说的对吗 赵少 你们萧家这个傻子坠絮 真是明不虚传了 你们 让赵少见相了 明天不去让清允跟这傻子离婚 把这傻子逐出萧家 确实是要离婚 这么个傻子 他能做什么 留在萧家 只会丢萧家的赤 他怕是连传宗接代都不会吧 不愧是江城第一美人了 想来这个傻子 他也不能人道 萧小姐 应该还是我们你这身吧 赵少 虽然啊 我姐是二手的 但她绝对是没人开过的零公礼 姓成 赵子叶你个畜生 我学无数的废物 把你解我当成什么了 我萧清宇这辈子都不会跟叶真离婚 赵玉龙 你就死了这条心吗 赵夫人 看来你们萧家 也没有多少扯意 这合同的事我看来 还是要再考虑考虑 赵少 赵少 赵少能看上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不去 你要是惹怒了赵少 是想让我们萧家破产不成 还不快给赵少报歉呢 对 快给赵少道歉 太过分了 当初就害怕我家人分走两天 让我招了一个傻子当追寻 现在又为了萧家 把我败给赵警 我萧清宇为萧家努力了十年 我可真是往恩负义我知之间 你你你萧清宇你个残华贝 赵少能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你简直是要气死我呀 你可不笑你 你是要把我萧家纳入无底深渊是不是 不想离婚 不想离婚 这不是不可以吗 嘿嘿嘿 丑异龙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现在你们萧家陷入了危机 整个江城只有我能救你们萧家 今天晚上 你好好的自我包子 萧家神神的救我 放开我 萧家我需要你来救我 萧清宇你千许你一点 我们萧家不让赵少来救我 难道是这个傻子来救我 什么傻子 他就是咱家养的一条狗 为了一条狗你拒绝赵少 姐你太疏忽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出去 让开他 赵少 放开 臭傻子 你可冲着北奏 我看你简直是在找死 哎呀 你这个傻子又抓起来 最少今天都 放开他 放开他 赵云朗你可让人把他放了 你不要心太甚了 欺人太甚 我今天不想弄死 我也造成这傻子在欺的你 你 什么欺负欺负欺负 你傻子而已 你们好听赵少的话 萧家就能化解为仪了 一个傻子也敢顶光照 都是他自己的 给我把这个戏子 按住这个戏的朋友 让他知道 冲撞本身的后果 不可离婚 叫他成为第一个 燕丝洗脚盆里的人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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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子 会造报应的 放开我 冲撞本身的 convict 我 你不痛 叶晨 叶晨 你是吧 我疼 疼好疼 把药药吃了就不疼了来 来 人间赤上失明 他就默默守护了文遵十年 怪不得白痴药 竟现下如此一宫 什么事 老婆一直在 别怕 别怕 二一个臭傻子 他知道什么是老婆吗 不过呀 他现在知道也没有用 因为他老婆是我的了 臭傻子 真是溜起了小姐的脸 哎 傻子 我姐的洗澡水好喝吗 好喝的话我再给你来一杯 羞辱尊 找死 哼 一个臭傻子 你这个吓唬本少 全人 给我把他的双肚 给我打断了 你 别过来 臭傻子 赶紧给赵少跪下来道歉 哼 一个有点蛮力的傻子罢了 今天赶到本少一根筒 让你们整个小家够违藏 臭傻子 你干什么呀 这赵少可是我们萧家的贵客 这赵少 我让你抓到笼子里 吓死 废物 你 你敢打我 卖你求荣 无愧为荣 若非你以星云有血泥在身 怎必将占你 犯了犯了 小姐的傻心失重了 犯了 我 臭傻子 今天你要是敢动招收一根头发 我就 我就为你吃狗粮 学无数的狗腿子 人间就是有你这种 变得污秽不恨 跪下 我休想 臭傻子 老把你关在狗笼子里 中处小家 那你就做一条狗 一直跪着 你 这个臭傻子 我 我 本上乃是赵世青还泰泽 你去敢动我 你就死定了 小婧女 你会不得熬死 这本尊把其脚水喝光 傻子 少爷乃是少世青的这层人 你敢羞辱我 竟然没有什么本尊不敢的 你以释迦帝子的身份随意情 就是因为你以前有事 本尊比你的身份高坏 照样可以把你当狗一子 在酒下 与你身份的 检致 你身份高坏 和微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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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可是我照相 叶晨 你快放过他 赵家是江城第一大家评 全是滔天 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 一个蝼蚁 有本尊战 我把我修家一问 疯了疯了 修家的杀军 彻底疯了 小生日 你快阻止他呀 要不然 我们全都活不了了 叶晨 我求求你放过他好不好 周氏集团 真的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 赵少息怒 赵少息怒 都是这个傻子的错 我们今天立刻去换了 让他捉狗龙 是狗人 赵少 赵少你不要省钱 小生日 你还不快点给赵少归心安道歉 快给赵少 快先来道歉 小金鱼 快给本少归下 他一无所有家邦人亡 明明是他先欺负的叶晨 叶晨只是将军还了回 你们平时没有让我跪下 向他道歉 凭什么 都是你把这个傻子给困 否则 这个傻子怎么敢冒换赵少 小兄弟 你快点给赵少归下来 赵少归心安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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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家心都封不了 你们 小金鱼 现在立刻给本少归归 给本少的先提跟着 给本少提高兴的 就放了你们 还不赶快按着赵少的话去做 否则 我就献来你销售集团的董事 把你和这傻子都逐取消去 快做呀 这事已经给你机会了 寻死路 无可饶恕 卫下 你休想你 卫下 傻子 我一定要杀了你 我也当着你的面 向小军一千字一万字 无意 你成功击弱了 现在可以去死 瘟了叶铲 到底想干什么 想杀了他吗 他可是赵少归集团的继承人 还不快放了他 你才叫本村做事 叶铲 放过他好吗 赵少归集团我们真的忍不起他 我不想让你再受到伤害了 只要你能评评阿姨 我受什么委屈都不在乎 本村允许你都活你 是为了让你亲眼看 你你的表情 自然赵少归集团 你将恢复严密 爱你卢光天 能否走下接下 与日子内 我要让萧卿宇成为人间最权贵的 马上召集将生 所有集团 与日子内 都要萧卿宇指教过人法 你这一条地坚的不够 你这个废物 有什么值得口猪黄眼 赶紧过来 给教授赔礼当切 请教授原谅你 就彼你一个傻子 还想让周青宇成为人世间最权贵的女人 我呸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是龙王殿 一言可定天下识的龙王大人吗 孙先生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 休想 我总会把你和你欺负人的赵赞一命逞出 赵傻子 你干嘛等着 我明天一定让你归着去 赵 我心情愿 我一定要当着神秘 关着 我叫 笑笑 哈哈哈哈 完了 我们宵家全完了 我的宝家 我的别墅 一切都没了 哈哈哈哈 小青宇 这个 我们宵家要是因为你破产 你就去给我死了 参见龙王殿主 哎 龙王殿请我将从宵家接下 你也知道 我要让宵宵你会人世间最有成人 好 村子 立刻安排财产转移 把龙殿财团转移给萧家萧青 招齐各方势力 随我前往江城 并接龙王大人 是 出发 参见龙王大人 罗麻烧转移其他人 无良企业 消失 还我们血汗钱 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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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队员将军以去 消失与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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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压集团的骨架跌到了增异 所有的股东们联合起来罢免你 顾民们也都在集团面前闹事 小青语 你这个消失集团的罪人 今天的一切都是怪你 小青语 我要和你断绝关系 从今天起 你就不再是我姐姐 我也没有你这个冷血无情的姐姐 小青语 经过我们所有股东商业结果 你现在没罢免了 这些年要不是因为有我小青语 小氏集团怎么可能会有经验 你们可真是我很服依 无情无依 闭嘴 这个小氏集团的罪人 要不是因为你 你只为我那个傻子 小氏集团能够破产的地步吗 来人 把这个不孝女绑起来 送到赵上的床上去 小氏 小氏集团 我还能救 你能救 靠那个被我肖家养了十年的傻 小青语 你真是个蠢误 居然被一个傻子给骗了 你还真相信那个傻子的话 还幻想这一日之内 让你成为人世间最有权贵的女人吗 小氏集团 你当那个傻子是龙王殿的龙王大人吗 我早就已经离你而去 你现在还在帮我换侠 我已经跟龙殿财团的领祖谈好 只要我小氏愿意放轻心 他就愿意帮我消失 那还不赶紧去联系龙殿财团呢 笨货 不用联系了 龙殿财团的李总已经被我收满了 怎么会这样 李总 你怎么能背信弃义啊 您消清算是 也可以与我龙殿财团合作 为了一个傻子 聚责叫我 有眼无知 不识真好 我能闻了 我 叶九 还有多久能够行事 龙殿王大人 最快还有三十分钟 是 五分钟 是 罗王殿一级警报 将成全段进行 五分钟之内到达萧氏集团 姐夫 您来了 我们正打算把萧青宇绑起来 给您送回去呢 嘿嘿嘿 是 费长 还不离开跪下 让赵少爷亮你 赵少有了龙殿财团的支持 萧青宇能嫁给赵少 那是八倍的修来的福气 谁说不是 赵少不比那傻子 强一千倍一万倍 别提那个傻子 那个婶子就是井李之蛙 他有什么资格跟赵少相提并论呢 哈哈哈哈 萧青 本少说到做 你现在一无所有 只能却得做本少 你用几个手 还钱 还钱 我说过 我销售你 绝对不会跟叶智李之蛙 嫁给你 本少身为赵氏集团继承人 现在又有财团之职 你居然为了一个傻子拒绝我 你是在羞辱本少吗 在我心里 你连夜之里一个头不能复杀 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小女 本少得不到的女人 不能便宜了那个傻子 来人 给我把那个臭女人的衣服 给我拔光了 是 胡销售 今天你要呢 怎么要找上 就不要急死来 胡销售 你要死就死了 可别恋恋我们小 不少情 不不以我为你 地不以我为坚 天地之间无我其身之地 好 那我销售你 就一死抱歉 清白 对不起 夜之 我以后不能再抱歉 就没了 夜独鹊 独鹊大人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风 把您给吹过来了 那样 独鹊大人 能够光临我们萧氏 我们萧氏真是 蓬毙生辉呀 萧将的傻 傻子就豁了身皮 那都是人不狗样了 傻子就是傻子 说这龙豪 这也是一无是出的废物 什么道子 也配跟都军大人同行 赶紧滚一边去 暴死 你个垃圾又是什么打子 敢羞辱主上大人 还有你们这帮废物 敢羞辱主上 是想找死 江城都军夜酒 拜见夫人 拜见夫人 主上 这些人 怎么处理 你是不是忘了 你还有个老公 这一次 还是你来保护我吧 我救命了 救命了 放开那个女孩 对 不仅这一次 以后我都会保护你 今日你所说到的委屈 我会让他们 白辈子 臭傻子 连真是胆道包天哪 居然连都军大人都敢骗 你以为 穿了这衣服 就是大人物了 我们可清楚你的身份 你骗得了别人 可骗不了我们 废物 还不赶快 给都军大人跪下 为礼道歉 要是亲临到我们小姐 我小姐与你一块去死 放心吧 从今天开始 你不会再被任何人气 那些曾经欺负你的人 都会受到阴影 大家听到了没有 这个傻子 他在说什么 还让我们受到惩罚 他换了一身皮 就真把自己当 他该不会是 把自己当成 忘大了吗 你这个傻子来了 也挺好 本少刚好当着你的面 把萧綦给上 丢人性的东西 都军大人 您就是被这个傻子给骗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主张 他就是我们小姐 吃傻十年的 丢人追讯 是啊 杜军大人 这个傻子 在我们小姐时里 整个江城 谁人不知 谁人不想 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大人物 叶杜军 这人的确是 小姐的傻事 大家都可以作证 闭嘴 竟敢羞辱主张 你夫人 不想活了吧你 不 我别是你这个傻子 谁也主张 叶东西 这就是一个 萧家的傻子 我早点去听得清楚 你根本就是 他们主张 你算什么东西 也不是一种伤 来人 你出来 慢着 你 虽然我不知道 你跟这个傻子 有什么关系 但是 你怎样仗着 这些家僵主 觉得现在 对赵少动手 你又说什么东西 我是龙殿财团 将成负责人 算是龙王殿的一员 我有才知道真相 从现在开始 是 你臭傻子 你说我不是就不是 你是龙殿财团的财主啊 还是说你是龙王殿的 狗王大人啊 臭傻子 别以为你换你身体 就可以换出狂言了 李总身份尊贵 你个傻子 其实搞无理的 赶紧跪下 给李总道歉 不然的话 把你抓到狗房子里去 叶东西 他就是一个 萧家的傻子 是一个 废物赘血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人物啊 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 就凭你们应该是你主上 是龙殿财团 将成负责人 你们谁敢动啊 就凭你也 主上开口 你以后 就再也不是 龙殿财团的人了 来人 给我把他拖过去 把你狠教训一顿 杜君 你真的狠狠 这一生不算 无销之单的事 绝对能吃什么大人物的 是啊 狠君 他肯定是在骗你呢 住口 如果再胡言乱语 一必处置 叶东君 你为了这个傻子 可我照下为敌吗 你们照着算什么东西 谁主上提鞋都不配 走起来 可今天谁敢 萧青宇 赶紧的 这个傻子花钱借鞋 赵少 闻到悲罪 萧青宇 你快给赵少 叩头道歉 你不够迁怒到我们萧家 你就是萧家的罪 你们休想 听说是龙王殿的掌握 就算是龙王殿的殿处 龙王 我萧青宇也绝对不不屈服 他姐是玄武人 玄武长老不是以前一位 归路长 上任玄武长老 老迈克威 他说的 应该是心计玄武 十年 龙殿财团和龙王殿竞争 住手息怒 记得吧 这些废 一个都必须我 那本尊倒要看看 谁能够保你这个 上 臭傻子 别以为骗得了一个小小的都军就觉得自己成了 告诉我姐夫 龙王殿四大长老之一 小小都军 他什么跟他 哼 我也想看看 主上想要灭的人 谁能做 大胆 我看谁敢对龙王殿侍卫不敬 还不都快给我 你去跪下 去饭 骑男败女拉体 且不说 让这本尊对 就算是普通人被你们欺负 我们龙王殿杰 骑其尊 打一个 打 本尊说过 一日之内 要让你们仗志欺人的赵家 全部复活 臭傻子 你敢如此羞辱我 不是 我一定要杀了你 是盗着你的臉 把小军也给干死 羞辱主上与夫人 赵家 今天是积权不留 叶巧 我见你是将成都军 你是跟这个傻子一起羞辱我 可知 我的姐夫是谁吗 欺辱主上与夫人 别说你姐夫是谁 就是你赵家的祖都复活 赵家 你三逃一劫 叶巧 你们死定了 赵少的姐夫 龙王殿四大长老之一的神 龙王殿军 今天你跟这个傻子都得死 龙王殿的长老 他们多大的人物 完了 这次我们消失集团 真的死定了 赶紧跑吧 等 攻击战神大人 龙王殿的战手大人 十年 主上离开了十年 这次 终于能见到他 禀告战神 车辆已经整得好了 谁是可以死吧 玄武 你刚继绳长老不久 这次我就带你去拜见一下殿主龙王大人 多谢战神 所有人 随我迎接龙王大人 恭贺萧宇皇 出发 一个小小的都君 你放心 姐夫现在贵为龙王殿的长老 一定帮你狠狠地叫醒他 好了 我现在还有钥匙 我会把手下的江城大都君过去 就这样吧 长老请放心 属下 一定好好教训教训 那个傻子鱼夜球 让他们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把这件事情办好 等我面见龙王大人 一定替你多美严谨 好 走 你走 独军 我知道 独军以上不就是大独军了吗 那长老有多大呀 在我们龙王殿 最大的就是殿 龙王大人 十年前 龙王大人离开了 就将殿主之位 交给了战神大人打理 而战神大人之下 本别有 青龙还有朱雀全 四位长老 这岂不是说 城上的姐夫 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没错 我姐夫 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你说你一个小小的江城都君 就是整个江省的大都君 也都得听我姐夫的 萧卿宇 谁像的怕 你赶紧过来给本上 我也能考虑考虑 给你们二人一条活路 小姐 他快过来 给赵少贵家 老大人 岂是你们的得罪的 萧卿宇 赵少一再给你机会 你别给脸 不要脸 叶臣 龙王帝的长老 我们得罪不起 要不让叶多军先走了 我们的家事 我们自己 夫人且报心 这世间 还没有主上 准备不起的人 继续长老 不过终究 就是 你还真是胆大包天的 我姐夫来了 你看我怎么当着神秘 不然就萧卿宇 这个 满嘴误会 长嘴 我姐夫 我姐夫是龙王帝的长老 你们这些卑鄙 也敢对我动手 长嘴 你这个废物 你敢让人 敢让上 你们要死也 别连累我们呀 你们这些废物 那龙王殿长老的 小舅都敢打 我们老费了 你一个也别上火 我姐夫来了 我一定让你 这个地球 一定让你们 生不如死 你们引以为傲的龙王殿长老 见过大杜军 姐 大杜军 我姐夫没来吗 长老有要事在身 还我先过来 清理一些不长眼的垃圾 是谁敢动我赵玉娇的弟弟 姐 就是这个江城的杜军 也揪打的我 他这个傻子 是他支持的 刚刚你们也都听见 这个傻子 竟敢骂龙殿的长老 连做狗都不配 夫人 大杜军 这个傻子和叶景 在这里仗是欺人 你看他们把赵手给打的 这叶景哈 仗着自己是江城都军的身份 根本不把我们拨在眼里啊 他连 他连龙殿集团的李总都给打了 你看看 看打玄武长老的家属 还骂长老是狗 你们真的是在找死啊 伤为江城的大都军 你不分辨谁打 怎么听起一面之词 就忘了解 要是欺人心难办的 明明是赵羽龙的狗犯蛋 混货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我是江城的大都军 江城 我就是天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再敢废话 把你拔光了 从楼上扔下去 大都军 等等 这个女人 我看上了 就这么把她从楼上扔下去 实在是太闹了两声了 我赵羽龙 从来不浪费 一定 这个女人 死在赵少年了 至于其他人 放肆 吃了熊心爆散了 你敢羞辱主上夫人 混蛋 你算什么东西 你个小小的独军 敢在我面前赶出狂言 不是不想活了吗 我今天都要看 小狗 到底是她夜景 还是 连狗都不配的大独军 八道军 看到了吧 这个 就是萧家那个赵羽 萧家疯了 臭傻子 刚才有夜景给你弄腰 现在你面对大独军 还敢口出狂言 谁给你的勇气 看来是个傻子 不知道我是什么神子 我是龙王殿 江少大独军 如果不是因为赵少 你这辈子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 有眼无珠 破景观天 观中亏报 大独军和赵大小姐说的对 要是没有赵少 像我们这种小人物 哪有机会见到大独军这样的大人 臭傻子 还不快点 让独军贵下道歉 别怪本少 没跟我们的机会 你这个傻子 现在和萧清宇 跪着 把过来 给我的鞋底腿干净 我还可以考虑 饶过你们一命 大独军 你见蝼蚁啊 你不使我 见我如禽 你华国天圣月的 你若使我 见我如一粒 狐游剑 曾经 笑死我了 臭傻子 你说谁是金帝之蛙 就你 你以为你是谁 你是龙王殿的战神 这龙王大人 真是一个丢人线 一种东西 大独军的一根胡子 都不吓 废物 我看你是迫不得已 要撑死 很好 我今天就成全你 现在给我跪下的鞋 否则 我就当着你的面 轮了你的女人 放肆 是主人 身份尊卑 竟然一而再 三而三的羞辱主人夫人 什么狗屁主上 他就是个垃圾 你也是个垃圾 在江上 我就是天 捏死你们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废物 你还在盯着我 你真的不想活了吗 你平日作为作福 在今天找错人了 现在别看你们有多嚣张 待会你们就要多惨 是凭你一个江城的小小都军 还是这个肖家傻虚 不知好感动 我弟弟看什么 是你这个〇〇人的武器 你竟然为了这个傻子拒绝 屈死我 萧青宇 听见赵大小姐的话了吗 快过来 跪着脏鞋 萧青宇啊 萧青宇 你可真是有眼读书 赵少的解剖 可是龙王殿的长龙 捏死你们 就像捏死一封 埃义一样简单 大不了一死 我与阶尘共进 原本我只想处理一个皮肤部的咒子 现在可能本子还要把自家院子的恶狼一定够 臭傻子 你骂谁是狗呢 这里除了还有别的恶狼啊 废物找死 哇 还真的是恩爱的一对夫妻呀 我忽然改变主意了 我现在直接打死他 太便宜了这小子 不如赵少女先来 当着他的面 上去他的女人 让他好好地感受一下 你什么叫绝望 正有此意 不模而合呀 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竟不敢羞辱主上与夫人 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们 叶九 你这小小的江城杜军 竟敢动我弟弟 把杜军 废物 你个小小的杜军 别敢对长老子家属动手 你这次在找死吗 少少 女人现在是你的了 臭傻子 文少今天 要你好好看 你的女人 怎么在我身上 你把杜 财助大人 这里 这是像是一团 带上资产一交合同 所以我去公营 龙殿财团新任财助 给你不要脸的 今天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玩弄死你 今天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玩弄死你 你这个 你这敢打我 狗东西 你们小家是想死吗 小青鱼 你竟然还敢动手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狗东西 赵少身份尊可 他的结果 各是 文之下万人之上 龙王殿家 老大人 你 这是下个你的狗眼啊 在我看 不过是一个平直人体的杂算 好好好 本少就喜欢你这个性子 你性子的阅历 本少胀起来就越爽 好 好 臭傻子 我发誓 我今天要让你跟这个 建元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同样的话本罪也告诉你 你 让我知道什么是结果 送给来到这个世界上 臭傻子 真是不知天高计厚 小情女啊 小情女 你真是一个瞎了眼的 为了这个傻子 去觉得赵少 还别说 一个傻子 一个瞎子 你们两个还真是偏造修设的 大独居 给我打断这个傻子的腿 你小情女的衣服给我扒了 安在地上 文啊 嘿嘿嘿 赵少 你姐可开口了 那我就 先上车了 好 今天啊 我就当着她的面 先把小情女 给贱人给杀了 哈哈哈哈 他不是人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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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龙蚁 真是不得走 你 咋咋 我臭傻子 臭傻子 你真是胆大包天啊 连龙王殿的大毒剑都敢打 这龙王殿最多救不了你 龙王殿 战神和其他长老来了 变造本尊也得下跪 臭傻子 好好好 你竟敢挑战我们龙王殿 就等着受死吧 这人 让他在你的面 我笑就与你的 给轮了 谁敢欺负我们龙殿财团的新人财主 龙殿财团财主 变血 姐 这女人 也是我姐夫叫来的 是 你姐夫现在可是长老 龙王殿一人之下 是 就算是龙殿财主来了 也得给你姐夫的名 艾玛 你说 龙殿财团的财主 是不是这个天井下最次的 那是 据说呀 龙殿财团的财富 多得不进你出来 艾玛大人 您来的正是时候 这个傻子 和都军业务 无法无天 不仅打了响了 竟然连大都军都跟打 你要替我们做这个话 这不是主事 接下来 你会是人间最主 臭傻子 死到临头了 还在说傻话 还让她 成为全世界 最尊贵的女人 接下来 萧卿宇这个 就我成为全世界最尊贵的 真是瞎了眼的东西 丢着剑人 我有这样的情节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腿了 龙殿 狗男女 叶玄 我命令你把萧卿宇这个 给我抓起来 你说什么 我老公可是龙王殿四大长老之一的玄武长老 我现在命令你把萧卿宇这个 给我抓起来 臭傻子 这个是龙殿财团的财主 掌管了天下所有的财富 同样是龙王殿 也是我姐会叫来的 你个傻子 你个傻子 什么够道 你 你让我做什么 财主大人 您是不是搞错了 赵大小姐 本是长老的夫人 您不是应该大萧生女的吗 一群瞎了眼的狗东西 居然敢冒犯主上与财主 哎呀 这是不是哪弄错了呀 我也不知道 这确实没人冒犯财主吧 月轩 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何时冒犯你了 你们冒犯了主上 冒犯了龙殿财团的财主 参见主上 拜见财主 参见主上 拜见财主 您误会了 我不是什么财主 财主大人 你在说什么呀 小心你这个 他不过是一个 区区萧生集团的总裁 怎么会是财主的 是啊 财主大人 他就是我一个 不是什么财主 你莫不要被什么人给见了 住口 羞辱财主 你们死最难逃 嗯 财主大人 这是我们龙殿集团的所有资产转业合同 您只需要在上面签个字 就是我们整个龙殿集团的新任财主了 这 你这怎么可能啊 月轩 龙殿财团 是龙王殿的产业 也是龙王大人的财产 你怎么敢私下转移他人呢 妈 萧薛云要是成了财主 那我们消失生集团阶就可以 这磨头拿了 白日做梦 一定是财主大人的 错了 谢了 你就是人间财富的众多 接下来 接受赠亿 你将是人间最具权口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假的 他们不是一个 修饰集团的主材 你们 你们一定是在演戏 对 赵少说的笨语里 就是在演戏 她是我一个 我从小看着她长大 知道她是什么样子 没错 我宁愿相信这臭傻子 是龙王大人 我也绝不相信 萧薛云会成为 龙殿财堂的财者 演戏 你们什么拉子 也别让我们一主上演戏 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 主上让夫人成为了 人世间最具权贵的女人 那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闻是什么东西 这一主上 你们 到底是什么身份 本尊已经说过 尔等若使我 见我如一粒 浮游剑在天 主上是身份 你只需要知道 主上想要捏死 你就如同捏死 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来 把这个龙王殿的败脸 给我抓出去 背了四只 扔出消失机团 诸咒为虐的扎 你还想跑 来人 废了他 救我 大胆 我赖宝可是龙王殿的长老 你们这些人 你敢以下犯伤 冒犯成不上 谁也救不了你们 本尊今天就让你提一看 你 不要仗是七人的奉神 一一五出 臭傻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别以为有财主 也行给你成要 你就可以五感五天 我老公可是龙王殿的长老 他的实力地位 都在夜学之上 那你大可以试一试 本尊想要成熟的人 这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赴 好好好 你们都给我等着 等我老公来了 你们却都给我死了 喂老公 有人要上你老婆 好 我马上就到 你们死定了 我老公现在就在外面 他马上就要进来了 臭傻子 看你等会怎么死啊 爸 你说这傻子该不会 真的是什么大人物吧 是个屁 他在我们肖家十年 他什么德性 你来不清楚吗 他们现在 知错了 那就是长老大人来了 这个傻子 和他们 你个废物 我让你帮我处理家事 你怎么被人打成这样 是不死的家伙 战争大人马上就到了 还得我去亲自处理私事 我回来就收拾你 我回来就收拾你 萧青宇啊 萧青宇 你以为 你帮上这么个 就能让你变为 最有权贵的女人了 等我解不来了 估计这个傻子会 你 一样逃不掉 我上 你 叶嘴你个人渣 无论一臣是什么神 我萧青宇 都是他的网络 瞎了你的狗眼 有你后悔的时候 赵少跟大小姐放心 这个傻子 骗这个胖子 可不了我们 就是就是 在我们萧家十年 这个生死他 是什么样 我们还不清楚吗 你以为 穿了一身狗皮 就被你 这么大生物了 外行小吃天和肉 痴心妄想 萧青宇 她不是抬决 放心 你等我解决了 他们两个人 我就大发慈悲 萧青宇 谢谢张少 萧青宇 你要还认我这个妈 就立刻 跟这个傻子 断绝关系 过来 给赵少 磕头预措 赵少已经给你机会了 别给你不要脸 上辈子造了什么面 怎么会有 你们这样的情人 你可真是 闭嘴 听你的笑 太烦你听我的 逢了赵少 荣华富贵 还不是变你选吗 有影无珠 不是阵楼 萧青宇 都捡不来了 我 就让你跟我贵 你也可以不贵 但是 你若不贵 我就把这个傻子的腿打断 挂在你们萧氏集团的大门上 放肆 只要夫人在这上面签了字 那就是我们龙王殿 龙殿财团的财主 你一个玩副 有什么资格 救了夫人 你一个龙殿财团的财主 我解 龙王殿的丹佬 这就是你军团财团的财主 今天说的不是 他就不是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 是龙王殿的战神 还是龙王大人呢 这个臭傻子就这样了 一会儿等长老大人一来 有他不 我之前已经说过 要让你上市欺人的赵家 紧为了扣审 一臂承除 谁这么大口气 要阐出赵家 老公 你终于来了 这个傻子 让你这么变弦 在这胡作非为大 你看看 你打成什么样了 天国 杀的那句废物 把我打得太阳子 那么 还打到陆军大人 他们要把我救抢 不平 天国 老大人 有人在这儿造反 这下好吧 赵少的姐夫一来 这傻子就套不下去了 这个臭傻子 他能有什么实力 跟赵少相提并论 一个新晋长老 也配与我们主 赵少之并论 什么狗屁 他就是一个我小姐 吃白饭的臭傻子 没错 非武 对 下着装子莫兆 可别忘了 在龙王殿 长老大 可逼你这个财主的伪欧 傻子 别以为有夜玄和夜九 跟你撑腰 你就可以无法无言 在我眼里 他们两个就算个逼 后来你才是 赵玉龙 其随之 龙王殿 你 没错 我就是赵玉龙的姐夫 龙王殿长老 玄武 在龙王的战神之下 我 一言九鼎 既然你是龙王殿的长老 那么应该约住 自己的家 他们仗是其人 是龙王殿的脸面 黄王 废 你凭什么叫我做事 居然被羞辱主上 找死 找死 你虽然是龙殿财主的财主 但龙殿财主 不过是我们龙王殿的一条狗 你怎么责这么恶 现在已经不是龙殿财主的财主 把你的财主一生 给小居云的恶人了 他把龙殿财主一种 华大人知道 我还没有听词 他说还是他 你就是肖家那个护士豪宰的 姐夫 他 小心 放心 今天有姐夫在 他 任你能力 对 还有这个 他敢私自转移龙殿财团 每天姐夫一命 把他传给你了 谢谢姐夫 你身为长老 为人主持功道 还作用家属欺难办你 你就不怕龙王大人责罚吗 我 龙王殿撑了 在龙王大人和战神之下 我罪了 你觉得谁会相信你们的话 就凭你们 也配让我姐夫受到惩罚 你笑什么笑 我笑你们是一群井底珠 死定了还不自知 就凭你 你不过是龙殿财团的财主 还敢口出光脸 不知死活的 我们说过去没有人相信 他要使龙王大人亲眼见的 这 你少在这装神弄鬼子 龙王大人毕与万岂 你怎么可能会在江城 东大哥 你打我干什么呀 闭嘴 龙王大人就在江城 这么大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事情 除了李总 我们消息也 也就剩下 消息也不下血 他这么个灯 是江城 就是 这江城这么大 这龙王大人在哪 也不可能在这消息的消失集团 绝不可能 你是知道了龙王大人 也在江城的消息 你来笑我 我看你是想找死 无法无天 纵容家属 欺难罢人 你简直就是龙王大人 贝勒 逼死无疑 你想死 老子现在就杀了你 姐夫 息怒啊 这个女 你这么把她杀了 太可惜了 你不如让我 先把她上了 再把她杀了呀 你今天就是想死 我也不会让你死的 那么容易 姐夫 你又相信这个 XX的话 今天 在城的人 我都知根知底 除了这个 乡家的傻屑 他怎么可能是龙王大人 臭傻子 你是龙王大人吗 叶佩 赵少说的是 这个傻子在我 乡家十年 差什么德行 我妈他不清楚 我宁愿相信 龙王大人是赵子 也绝不可能是 这个臭傻子 你们怎么就那么确定 我不是呢 你这个傻子 你以为你坏了身皮 这比别人高人一等吗 废物就是废物 龙生龙 凤生凤 你的儿子 只必打动 臭傻子 还敢在这假装龙王大人 我待会就回去 把你关进狗笼子里去 你们这群有眼无珠 蜀木存光的狗东西 好好睁开你们的狗眼 看清楚了 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吗 就这个大傻子 如果她是龙王的话 我就 我就让我的小秀子 当着她的面 上了她的女人 哈哈哈哈 姐夫 那个龙殿财团的女人 我也想要 完全没问题 你现在就当着她的面 上了这两个女人 让她们感受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无耻 你一定会遭到报应 无耻吗 我就喜欢无耻 我姐夫 是龙王殿的长老 谁又能阻止我呢 臭傻子 你现在感到绝望了 我就是要当着你的面 狠狠地玩弄你的女人 还有这个不长眼的财主 对夫人一根头发 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你们太过分了 天生无法无天 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可惜啊 我姐夫是龙王殿的长老 龙王于战神之下最大 谁又能惩罚我们呢 狗长眼的狗东西 是嫂从了赵上 哪有这么麻烦 臭傻子 我要是你 我就一头抓 然后劝萧青宇趁早赶架 这么一说 贵王叔 那个太刺激了 让你这种恶手活在世上 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受祸罕 大胆 你这个傻子 跪下了给赵双道歉 还给赵双跪下交线 你这个臭傻子 还敢当我弟弟找死 当着我的面还敢动手 老子今天让你后悔来到那个世上 让我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平也还不配 臭傻子 你这是在找死 居然敢跟长老大人这么讲话 你这个废 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了 还不快给长老大人跪下道歉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个臭傻子 哪来的底气 让我后悔 一群宗景里跳出来的癞蛤蟆 你们永远不会想得到 周上的身份是多么的尊贵 他算个屁 臭傻子 尊贵个是吧 就是 这个傻子 他的身份要是很尊贵 那赵少根长老大人身份都能尊贵成什么样 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好啊 一群有眼无珠的狗东西 现在都给我听好了 来 老大要看看 你今天能把这个傻子吹成什么样 我们乡家的大傻子 在整个江城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就算你说破天举 也没有我们长老大人身份尊贵 我的主上 就是我们龙王殿的创始人 龙王大人 叶全那叶全 你就算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 也没必要变成这么个笑话吧 他是龙王大人 你怎么不说他是神仙下凡的 真是信口慈黄 龙王大人 呸 就他也呸 这个臭傻子 他要是龙王大人 那岂不是说来 我之前还把龙王大人关进过狗笼子里 现在笑得越开心 一会儿死得就越难看 是吗 我倒要看看你跟这个傻子哪来的底细 让我们死得难看 我灭掉儿子 如同泰山击落 但是会脏了 真的是 叶全 主上 五分钟 休士集团 五分钟之后 我会让你知 什么叫 绝望 五分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绝望 我可以 臭傻子 你在这白日做梦呢 废物 就凭你也配让长老大人知道什么是绝望 你有什么资格呀 臭傻子 暂且不说你满口无言 就算给你五分钟时间让你把人叫过来 闹过我了 谁能让长老大人害怕 如果今天没事 我倒不介意陪你这个傻子玩玩 但是我今天有钥匙在神 五分钟我可等不了 我现在就把这个傻子的四尺打断 你就当着他的面上的肖青语这两个 臭傻子 我姐夫是龙王殿的长老 太忙了 没时间陪你玩 我现在就放着你的面 狠狠地搬到你的女人 还有几分钟到达萧氏集团 回战神 还有二十分钟 不行 龙王大人有令 一定要在五分钟之内赶到 是 所有人听令 五分钟之内赶到萧氏集团迎接龙王大人 玄武 这又焰不住的怪东西 竟敢向主圣出手 找死 这是什么 臭傻子 你竟然还敢打长老大人 臭傻子 你竟然敢动手打我 混蛋 我姐夫可是龙王殿的长老 你竟然敢打我姐夫 你是想与这个龙王殿为敌吗 臭傻子 你敢打长老大人 龙王殿必定会灭了你 你们太过分了 明明是他先对叶臣动手的 闭嘴 你这个配截我 这个臭傻子 有什么资格跟长老大人相提并论呢 没错 臭傻子 赶紧跪下来受死 动了长老大人就已经就死了一条了 本尊灭掉尔党 如同泰山击落 但是灭掉你们这种 情味脏了 尊得识破了 你还有四分钟时间 四分量力的废物 即便是你有实力很能打 你又能打得了几个 我龙王殿的侍卫千千万 一人一口唾沫就淹死你 你算什么东西 主上说你不是长老 你就已经不是 闭嘴 这个贱人 我姐夫是不是龙王殿长老 是他一个傻子都说了算的 我不是龙王殿的长老 咱们试试看 傻子 你很能打是吧 这些都是我们龙王殿的高手 接下来还会有更强的 老子看你今天死定了 早就跟你说过 出来混 要有势力 我姐夫是龙王殿的长老 你算个什么东西 废 立刻给长老大人跪下 求长老大人给你留个全尸 不止死活的东西 只会给我们小家惹麻烦 就应该让你早点去死 你们龙王殿长老 纵容家属 亲难办 你们都要出手为虐吗 大胆 我看谁敢对主上出手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主上乃是龙王殿店主 谁敢对主上出手 谁就是背叹龙王殿 蠢货 这种鬼话你们也信吗 什么龙王殿主 他就这个傻子 没错 这个臭傻子 在我们家里 我们可能是龙王大人 你们可千万别被他给骗 整个江城 谁不知道我们肖家 有一个傻子坠续 还龙王大人 就骗他那个傻子也配吗 下 跪下 最去住手 无贫运的被骨 给我滚出去跪着 你这个傻子 居然还敢动手 臭傻子 这次比龙王殿不死不休了 狐气马狗 你们还有两分钟时间 好大的口气 就算你有点蛮力 你依旧是个废物 我们战神大人就在江城 你今天必死无疑 臭傻子 你死定了 龙王殿的战神大人实力 在整个人间 仅次于龙王大人之下 我一定要当着你的面 狠狠杀了消极你这个 战神 好啊 你现在就把他叫过来 看看我怎么死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待会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你个臭傻子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敢口出狂言 我看待会你怎么被战神大人给打死 废物就是废物 龙王大人 等一会战神大人到了 我看你还怎么装得先去呀 废物 我们战神大人就在附近 一分钟就能赶到消失集团 你现在就算跪下求饶也没有机会了 确实 你还有一分钟时间 我记得刚才你不也打电话叫人了吗 一分钟 我今天倒要看看咱们两个谁见词 姐夫 你这不是为难这个傻子 你叫来的可是龙王殿的战神大人 这个傻子叫来的怕不是一群臭乞丐吧 长老大人喊的可是龙王殿的战神 实力只在龙王大人之下 权力也只在龙王大人之下 你一个臭傻子拿什么跟长老大人比啊 不长眼的够东西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你就当着被战神大人打死吧 战神大人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义臣 我们 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那我就是万万万人之上 夫人请放心 战神来了 要死的只会是他们 战神 战神见到主上 要立刻下会行礼 你这个财主不会是野疯了吧 一个臭傻子 还让战神大人下跪 一个傻子 一个疯子 今天你们两个一起上路 那就不计我 还有一个瞎子 一群臭残废 还想跟赵手斗 死不足惜 我们残废 一群永远无助的狗东西 就算战神来了 见到主上 要立刻跪下 一群不长眼的狗东西 一向天开 让战神大人下跪 就凭你们眼背 谁敢让战神大人下跪 战神大人 战神大人 就是叶玄和萧佳这个傻子追寻的 见过战神大人 见过大人 你说有私事要找我处理 现在要打电话 说有人要与龙王殿为敌 是的 就是萧佳这个傻子追寻 他不但对我们龙王殿的人出手 刚才还羞辱战神大人 您 您可知道他是的 他不就是萧佳的一个傻子追寻吗 对呀 战神大人 他就是一个臭傻子而已 大人您无需多虑 妈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 不能吧 他不就是咱们萧佳的傻子吗 少神大人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战神大人打我 一定是因为我先处理了私事 耽误了迎接龙王的事情 是小的失职 因为私事 影响了迎接龙王大人的大事 战神大人 您放心 我小舅子就是江城本地人 他一定能以最快的速度 找到龙王大人的 好好好 你说你小舅子是江城人 那就能找到龙王大人是吧 一定可以 战神大人 您放心 这跟江城 这没有我不认识的 只要战神大人说出龙王大人的名字 我最能以最快的方式找到他 很好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 我们最早跟随龙王大人的一批人 都跟龙王大人一个姓 龙王大人姓叶 单名一个臣子 大人放心 龙王大人叫叶臣 只要他人在江城 我就能立马 叶臣 叶臣 傻子不就是叶臣吗 不会吧 叶臣 你有龙王大人同你 我说过了 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有权臣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就是个傻子 他怎么可能是龙王大人呢 战神大人 你是不是弄错了 他就是个傻子 瑞婿 十年来 江城无认不知 无认不小啊 废物 你有什么资格致一股伤 不对 他就是一个傻子 怎么可能是龙王大人呢 整个江城都知道咱们家有个傻子 他不可能是龙王大人 战神大人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这个傻子 这江城 谁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是龙王大人呢 那你说谁是龙王大人 难道是你这个废翁 还是你们这种垃圾 参见龙王大人 参见龙王大人 人吗 不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是龙王大人 环戏的本尊说过 你不识主上 如锦底蛙 观天上略 你现在认识了主上 就是一粒浮游见七天 有眼无珠的狗东西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谁死的更难看 大人 龙王大人 大人饶命 都怪我有眼无珠 都怪我狗眼看人帝 都怪我有眼 不知太蝉 就龙王大人饶命啊 大人 放过你 身为龙王殿的长老 送你家属 欺难罢女 如果今天不是主上在场 如果今天你们欺负的是普通人 以后照顾他呢 还有你们 你个杂死 还想跑 请小姐们 我又真的不敢了 我又做个好人 求小姐们做恶多端 你也被他放过 吴大人 是我不是奶神 是我不是真龙 我只能做了 要我做个好人 你就把我当个屁 放了好 把你当个屁放了 是 是大人 您大人有大量 如果今天不是 孙子 是不是会有一个家庭 因为你的欺凌 导致家破人亡 放了这种欺难 罢你的恶哨 又会有多少人 受到你的欺辱 大人放心 大人放心 以后我一定 喜喜革命 出去做个好人 本尊说过 今日会把你和你 仗势欺人的赵将 以及你的寇山 全部担除 召集龙王殿 所有势力的三分钟之内 击垮赵将 我 这 就是你 提拔起来的长老 纵容家属 仗势欺人 无法无天的狂徒 请主上降罪 是我诱人不明 此罪可免 接下来全面清理龙王殿 将这种仗势欺人 无法无天的惶恐 全部铲除 是 老公 这一定有什么误会 这少爺和傻子坠血 怎么可能是龙王大人 你一定不是真的 闭嘴 你个 都他妈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这个朋友弟弟 老子杀了你 头咬板 来 把这几个狗东西的拖出去 犯了 你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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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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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我一遍 你丢命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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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命 是我永远无助 都是我的 姐夫 姐夫 扰命 是我永远无助 不是真恶 你就看在我姐姐萧全宇的份上 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吗 你们一个不配为人 一个不配为人弟 我真想明白 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你们这个无耻的人 是我们不配为人 担当王大人 不 贤心 贤心饶了我们一次吗 姐夫 咱们是一家人呢 你们并不是知道错 而是看赵羽龙失败了 害怕受到惩罚 害怕失去你们的财富而已 卑鄙无耻 你们在逼迫我的时候 与我去死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过我是你们的寄人呢 女儿 我的好女儿 我可是你妈呀 姐 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弟弟呀 你难道要看到我们不管不顾吗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没事 不管你做什么权利 我都指使 你们他目虚弱 不以我为己 你们是你们 我输 我做不到下你们 免无情为 从今天起 我们之间 再也没有情缘关系 从此一刀两断 林义 不 龙王大人 你刚才说都听我女儿的 我女儿已经放过我们了 你不要再为难我们了啊 说话又算话啊 记住 就是因为你们是清语的亲人 我才放你一把 谢谢贤婿 谢谢贤婿 这以前呢 都是我们瞎了眼 没有看清楚 好女婿你居然这么有本事 这以后啊 我们一家人要多亲近亲近啊 姐夫啊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请你的话 你们 真是卑鄙无耻 我们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 我们一家人再怎么样 那也是我们一家人的事 跟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 订嘴 我萧青语现在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有你们这样的亲人 来人 呼吸 放开 放开 放手 我的宁讯 是你们龙王大人 你们 最好对我放尊重的 就是 一点眼灵尖都没 拖出去 姐夫 姐夫 叶真 对不起 我没有想过他们会这么过分 还好有你在 没事了 你先都过去了 清云 谢谢你这十年来 对我不离不弃 先来他 你就是龙殿财团的财主 全世界最有权贵 我不要 我不想要 夫人 这是为什么呀 签了这个合同 你就是我们龙殿财团的财主了 你的母亲和弟弟就再也不敢拿你怎么样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想报答我这十年的恩情 我要是签了 你报完就会离开我 我不想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 叶辰 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 我 谁说要离开你 我们还没有举办婚礼 老婆 我还欠你一个婚礼 对 你说过的 你会一直保护我 会让我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属下明白 请主上与夫人放心 我这就安排人 三日后 在龙殿酒店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那 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我的亲朋好友 喂 外公 我是轻语 轻语呀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叶辰他现在好了 叶辰他康复了 那真是太好了 而且啊 我们俩要在江城最大的龙殿酒店举办婚礼 还举办婚礼 好好好 我们 小轻语 你个死丫头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肖家那点事 你们肖家现在是不是已经破产了 好好地放着一个赵小姑嫁 非要嫁给一个什么傻子 你真是坑死你妈和肖家 你 小轻语我告诉你 识相的 你就和那个傻子结婚 否则 你们肖家的危机 就想把我们张家拖下去 外婆 舅妈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我们肖氏的危机已经解决了 是我跟叶晨要举办婚礼 所以才打电话邀请你们来的 我告诉你 小轻语 我们是不可能帮你的 别说是一个傻子好 就算是好了 那也一样是个废 你这个 丫头 你老是不能好好地听你妈的话 乖乖地嫁给赵少 以后你就不要叫我外婆了 你的婚礼我们可以去参加 但是 别想让我们张家拖下水 清语那丫头那么好的品德 你们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你快给我住嘴 郝品德能当饭吃 守着一个傻子不离婚 有眼无珠 她就是个赔钱货 我妈说的对 她就是个赔钱货 她结婚的时候喊上我们这些亲戚 肯定是想借我们的钱 我们是不可能帮她的 四丫头 就和我爸一样 是个老公子 喂 小爷 我是清语 叶晨的现在已经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在龙殿酒店举办婚礼 结婚 太好了 清语呀 你这个丫头终于想通了 你们萧家有了赵家的支持 那还能不渡过难关吗 妈 你是不是听错了呀 您这个赔钱货说的好像是嫁给那个傻子叶晨啊 萧清语 你刚才说什么 是我跟叶晨要举办婚礼 小爷 那个姓赵的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已经被叶晨打走了 闭嘴 萧清语 你们萧家都要破产了 你还执迷不误呢 真是不知道你找了那个傻子的什么模样 小爷 叶晨他已经好了 你个傻子 好了也是个废物 你真要当那个赔钱货呀 妈 你告诉萧清语 咱们家是一分钱都不给他们萧家 他要是真喜欢这个傻子 以后就跟着这个傻子上家乞讨去吧 萧清语 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因为那个傻子害萧家破了产 别指望我们家 接近你们 我再给我闺蜜徐丽打个电话吧 好 喂 许丽 我是清语 三天后我和叶晨会在龙殿酒店举办婚礼 萧清语你疯了 你居然要和叶晨举办婚礼 你还真是不知好歹呀 当初你跟傻子领证你是没办法 现在你居然要跟他举办婚礼 不是的 现在叶晨已经好了 好了还不是一个废物啊 行我知道了 正好啊 去你介绍一下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他爸 可是龙殿财团江城的副总 龙殿酒店赵杯打滚 行了就这样吧 我很忙的先挂了 萧家的萧清语 除了那个蠢货还能是谁啊 好好的照少布雪 欠欠一个傻子 活开的萧家破产 他们怎么都这样 以前我都没少帮他们 没关系 他们现在以为的萧家 是已经破产的萧家 有他们后悔的时候 夫人不必难过 那些人一夜障目 等他们知道夫人现在的身份尊贵之后 一个个都会来哭着求着巴结夫人 夫人 现在可以放心签字了吧 夫人 您是主上的妻子 雪龙殿财团 本来就应该是你 我说了让你成为最有钱贵的女人 难道 你想让我说话不自数吗 仓贵财主 夫人 您现在就是我们龙殿财团的财主了 身份至高尊贵 求让那些失恋眼的精气 好好后悔去吧 我们龙王殿店主 将与财主大婚 真是可喜可贺啊 哈哈哈哈 你去准备聘礼 是 主上 我先去换衣服 你和叶璇一起上 顺便挑一件自己喜欢的本事 嗯 咱们走吧 呦 这不是我那瞎了眼 一心想要嫁给那傻子的外生女 小姨 你可别跟我们套近 小仙宇 你今天要是非要嫁给那个傻子 举办婚礼的话 我看你真是要去医院看看眼 也不知道小姨 怎么养出你这个皮 我警告你们说话小心点 羞辱主上与夫人 你们是想找死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里有历史话的笨吗 有眼无处的狗东西 找死 找死 小姨 你说话客气 新晨他不是婶子 他现在已经好了 好了 好了又能给人 还不是一个废 表姐 这我也得劝劝你 女人的青春就那么几年 还不赶紧趁着这几年 找一个门当户备的人结婚 你看看我们家沈松 云城首富之子 沈家的继承人 他比你那个傻子老公 强一千倍 一万倍 小丽 你就别为难你表姐了 要我说 就在这什么龙店酒店 随便找一个销售经理 保安经理 给你表姐凑凑我去 也是 再怎么着 也比你那个吃饭都让人喂的 大傻子老公强 我说不 叶晨他不是傻子 他现在已经好了 你们说话给我客气一点 好了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费工一个 你们萧姐的危机 她能解决得了吗 萧轻宇啊 也不是我说你 你看你妈跟你弟 那都是明是非的人 怎么到我们这儿 却这么不懂事呢 表姐 你长得这么好看 能力又这么好 什么样的老公找不着呢 干嘛非找一个大傻子呢 我跟叶晨的感情 就不被你们操心了 赔钱货 真是执迷不误 看看我家小丽 找的男朋友 那都是云城首富的儿子 以后我们刘家 可是你高攀不起的情侣 萧轻宇是吧 你也算是小丽的表姐 要不这样 北少给你协选一个男朋友 肯定递那个傻子老公要夹 云城首富 什么垃圾费 也被我们主上相补 臭婊子 你敢羞辱我 羞辱你 就凭你也 狗眼看人低的废物 别说是你 就算是你爹 都不配给我提鞋的 萧轻宇 你哪找的下人 后期这么大 还不快点跟我男朋友道歉 你哥哥 都是瞎脸的惩祸吗 云城首富 也是你们能够羞辱的吗 叶玄是我的朋友 何况 他说的没错 就凭他什么云城首富 连给叶玄骑鞋都不配 还有我是叶城的女人 我们很相爱 她也很优秀 是你们自己有眼无珠 我也不需要你们给我介绍什么 老鼠是 不识抬举 我们今天就要看 你跟那个傻子结了婚 萧姐 该怎么办 表姐呀 今天萧家破产了 以后你们上街捡垃圾的时候 可千万不要说是我们的亲戚 我们可丢不起这个人 树木蹭光 萧家破产 出门捡垃圾 那也是他们自找的 活该 大家都是兴器 等你们破产了 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公司正好去两个扫厕所的 我公司正好去两个扫厕所的 好了 我们走吧 正好我要看看 这破了产的消息啊 能办出个什么样的婚礼 一群狗眼看人家的肺 一会儿就让他们后悔死 没事 我们也上去吧 这都要破产了 婚礼还找这么大牌照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一个臭傻子 他也配 外公 你来了 秦宇都好长时间没有见到您了 好孩子 秦宇 你不是说叶晨好了吗 我怎么没见他人呢 外公 叶晨他就换衣服了 一会儿就过来了 一个臭傻子 好了 也是个废物 有什么可验 一个傻子 好不好 有区别吗 萧家都破产了 还有心思 跟一个傻子帮活你 别欠我 没事的 无论你做什么 外公啊 都会支持你 闭嘴 死老头子 萧家都要破产了 你还支持 支持什么呀 我们张家 可没有钱帮助萧家呢 放着好好的照照你不选 非要选一个废物傻子 萧家破产就是罪有应得 没事的 外公 萧家的危机 叶晨已经把我们解决了 况且叶晨他不是普通人 我看你真是瞎了眼了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坏孙女 你可真是个赔钱货 小情女吧 小情女 我看你真是傻得不轻 就算叶晨他不是傻子 但他也是个废物 他拿什么来帮助你们萧家解决危机 要是萧家的危机解决了 那张霞和萧子叶能不在这吗 我怎么没见你妈和你弟呢 他们 总之外公 您相信我 我们萧家的危机已经解决了 今天喊大家过来 就是来参加我和叶晨的婚礼的 这现在为了让我们帮忙都开始说些话了 你那个傻子呀 他就是一个废物 他靠什么来帮你们萧家解决危机呀 我看你就是想借着婚礼的名义 叫着我们这些亲戚朋友过来 给你们萧家凑钱吧 什么 萧青云你这个赔钱货 休想从我们这借钱 你 你们 之前你们破落的时候 轻语他没少帮你们 现在你们说出这种话 还有没有良心呢 死老头子 你赶紧闭嘴 是萧青云他自己不识好歹 明明有赵少远也帮助他 他非得选择这个废物傻子 是他自己作的 他能干谁 他能怨谁 什么叫不是好歹 青云跟叶晨 他们是两情相悦 患难与共 这是拿钱能买来的吗 老头子 现在哪还有两情相悦呀 结婚就是得门当户对 现在的社会 就是笑贫子不笑超 我妈说的对 这找男朋友结婚呀 就得像我们小弟这样 找一个家事写破的 可千万不能像这个赔钱会 找一个废物傻子 外婆 舅妈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男朋友 原成首富之子 手送哦 好好好 还是小丽听话 比这个赔钱火强多了 太好了小丽 你跟沈家联姻 那可不是要飞黄腾达了 以后我们大家可要多走动走动呀 你这个死丫头 听见了没有 这找老公啊 就得像我们沈松这样 像你长的那个什么傻子 只会让你们小家破产 你们 你们怎么知道 叶晨不如他 他又有什么资格跟叶晨比 自家头 你还嘴硬 叶晨拿什么跟沈上比 你个臭小子 也配跟我们沈松相提并论 看连我们沈松身上一根毛都扭不上 放肆 一群有眼无珠的狗洞 袭在羞辱主上女夫人 我看你刘家是不选活了 好你个小丽 你真的让人斗手 你赔钱火 你自己找一个废物牢固 还不让人说了 担心让他跟叶晨依道歉 可我什么事 他羞辱叶晨被人打的 快就怪他自己嘴臭 妈 你看看他 不好 我那羞成怒还打人 你就是个赔钱火 我们能有你这样的亲戚 那真是到了八回子的没了 真是不知好歹 我妈妈好心劝说你 你不但不领情 还找人打我妈 你休想要我们花一分钱 帮助你们肖家 你们 谁稀罕你们的臭钱 且不说我肖家现在转微为安 就算我肖家破产 也算是看清楚你们这帮人的几脸 我真是要笑死了 还你肖家转微为安 我看你肖家 分明是活不够明天 你就是个赔钱货 对我以前还这么看好你 这吹牛都不怕嚼着舌头 你们肖家要是真的转微为安了 那我咋没有见你那个弟弟 跟你妈妈出来呢 那还有说呀 肯定是因为生了这个赔钱货 没脸贱人了 你们太过分了 他们没来是因为我没有邀请他们 早知道你们都是这样的人 我说什么都不会邀请你们坐来的 一群有眼无珠的狗东西 别说什么肖家危机 夫人现在的身份都是需要你们跪下说话的存在 真是狗也看人低谷 你骂谁狗东西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家的事 要你一个外人扎嘴了 这吹牛也不怕打草稿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我男朋友可是云城首富之子 就是你们十个肖家 都比不上 云城首富 很好 今天羞辱夫人 很快你这个云城首富就可以在云城除名了 就凭你 也配 好啊 现在吹得这么大 那你今天倒是说说 夜晨那个大傻子 准备给你拿出来多少钱的彩礼啊 就是就是 我们家沈松啊 那可是还没结婚 就给我们刘家带来了一个亿的订单呢 哎呀 这么多呀 你们家小丽呀 就是找了一个好老公 不像有的人 就是一个赔钱货 我跟夜晨真心相爱 欢乐愿 我们结婚 我不需要他什么财 况且 他已经给过我这世间最大的财富 姚姚姚 表姐 你这 该不会是被白嫖了吧 就是 这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财礼呀 就说什么人世间最大的财富 小轻语呀 小轻语呀 我看你呀 还真是一个赔钱货呀 哎呦 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争出你这么个玩意儿 一点帽子都没有 好了 啊 不管怎么说 轻语她 也是你们的亲人 你们 不能太过分了 哎呀 什么叫太过分了 你好好想一想 是我们太过分了 还是你这个外孙女儿 她本来就是个赔钱货 就是 一个马上就要破产的穷酸鬼 啊 也配跟我们做亲戚 就是 小家要是破产了 等个上街捡垃圾的时候 丢的不配是咱们大家的人 穷酸鬼还是不要做亲戚的好 他不配 是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 夫人没钱 就不配做你们的亲戚 那如果夫人是世界首富 你们是不是也不配做夫人的亲戚 那如果夫人是世界首富 你们是不是也不配做夫人的亲戚 世界首富 那小轻语 还配吗 这马上就要破产 上街捡垃圾 怎么还做着首富的春秋大梦啊 真是小死个人了 小轻语 要是世界首富 那我们干脆一起出去捡垃圾好了 好 这话你们都不如记住 一会儿你们不仅全部都要跪下说话 我还要让你们全部倾家荡场 一起上街捡垃圾 主上 龙殿酒店已经安排妥当 战神大人已经让人准备好了聘礼 等一会儿 各大势力也会让人前来送礼祝贺 很好 今日不仅要给轻语一个正式的婚礼 还要让各大家族以及龙王殿的高层认识一下他们的主 免得再有一些不长脸了 请问我 你再出去看一看 不要出现任何部队 我先去找轻语 是 主上 是啊 等等 你是 叶辰 还真是你呀 挺好啊 大傻子备好了 很快萧卿雨要跟你举办婚礼 现在换了一身衣服 还真是有点那么狗样了 这 这就是我们江城有名的大傻子吗 现在看起来 当然也不傻了 好了 还不是一个废物啊 听说现在萧家都要破场了 我看你连这身衣服 都是萧静语给你租的吧 你叫徐丽 我记得你 这大傻子 快要好了 都记得我名字了 我记得清语把你当成最后的闺蜜 大学的时候 供你读书 毕了业之后 给你找份工作 现在看来 确实 白眼 你个废物 说谁不配呢 我男朋友父亲 可是龙殿财团江城的副总 更是龙殿酒店的经理 你信不信 我一句话 就可以让你立马滚出去 你这个废物 萧卿雨都要破产了 你们还敢宗下龙殿酒店去搬婚 我真的怀疑你们到底付不付这几切 都君大人 你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疲劳 这次肯定会让都君你满意 让我满意没用 这次 是主上与夫人的大婚 全国权贵都会聚集在此为主上夫人庆贺 若是出了岔子 谁也保不住你 都君您放心 绝对不可能出现一点岔子 都君 不知道这次我做好了 你能不能在龙王大人面前帮小敦美颜几句 若是做得好了 自然是有奖励的 都君大人 您请 臭傻子 识相点 就给我跪下 否则 我需要考虑要不要让你们滚出去 若也配跟本尊叫小 你个臭傻子敢打我 臭傻子 你敢打我男朋友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来弄死你啊 仗势欺人的东西 去 我倒要看看 你要找谁把我弄死 臭傻子 你嚣张什么呢 现在萧青云的贱人都要破产了 你以为你还是那个豪门坠戌呢 骂谁是贱人 就凭你业配 我告诉你 青云把你当闺蜜 供你上学给你工作 现在你棒了一个有钱的男人 觉得他要破产了 就露出真面目之后 往真处一堆废物 你老公 这个臭傻子 居然敢打我 臭傻子 我弄死你 你真是狠狠 住手 哪来的废物 敢打我的儿子 找死 爸 就这个废物 他居然敢打我 快找人弄死他 岂有此理啊 你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龙殿酒店 龙王殿的产业 你个废物 居然敢在这放肆 在我们地盘 打我的儿子 我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臭傻子 你死定了 我男朋友他爸 可是龙殿财团江城的副总 一句话就能弄死你 很好 一个龙殿财团江城的副总 就有这么大回法 叶九 是这样吗 叶九 是这样吗 你找死 竟敢知乎都军的大名 不死 多军 您是不是 打错了 你真厉害呀 竟敢弄死主上大人 瞎了你的狗眼 主 主上 多军的主上 那 那不是龙王大人 他是龙王大人 怎么可能 他不就是 萧家的傻子吗 对啊 他不就是萧家的 那个傻子之事吗 怎么不能是什么龙王大人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啊 他就是要跟萧青一比 那个贱人结婚的大傻子 这不可能是什么龙王大人啊 骂谁是贱人 我骂小家的小清雨是贱人啊 你算什么东西 敢侮辱主上夫人 再闻你一句 你说谁是贱人 我是贱人 我是贱人 你死 你还不赶快跪下 龙王大人 都是小的 有眼不知泰山 求求你 饶了我们吧 爸 咱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 萧家的废物赘许 不可能是龙王的呀 闭嘴 不想死 就赶紧给我客套认错 龙王大人的身份 几是你能质疑的 我先去找清雨 你把这里处理好 再来找 是 主上 你们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主上是龙王殿的龙王大人 夫人萧青雨 更是龙殿财团的财主 你们有几个脑袋 竟敢羞辱主上与夫人 完了 完了 笑死我了 你们萧家马上破产 就要捡垃圾了 现在还口出榜眼 萧青雨啊 萧青雨 你现在不光是一个 要捡垃圾的穷酸鬼 还是一个吹牛大王 跟我们做亲戚 不配吗 他不配 你们就配吗 一口一个穷酸鬼 一口一个不配做亲戚 你们身份很高贵 表不起吗 叶晨 你来了 你就是那个江城出了名的大傻子 可不是吗 这位就是江城出了名的萧家中血 傻子呀 就是傻子 这好了不还是个废物吗 萧青雨啊 萧青雨啊 你可要好好说说你身边那个废物 她什么身份呀 她配跟沈上说话吗 你可小心 这祸从口出 这么败 这么败 还输不成功 我可是萧青雨的外婆 你就这么跟你长辈说话吗 怎么 算了 叶晨 我们不跟她计较 放心 有我在 这帮亲戚 一个个贤贫爱富 为力士 正好 今天好好看清楚他们的真面 外公你看 现在叶晨已经好了 叶晨 这是我外公 外公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外公好 好好 叶晨 好了就行 青雨这丫头 没有看错人 以后 只要你们能过得幸福 比啥都重要 死老头子 你赶紧给我闭嘴吧 萧家都已经破产了 她一个没钱没事的废物 她能给萧青雨什么幸福呀 她一个傻子 好了就能有钱了吗 还是说能够救萧家 废物 没权没事的 别说我们这些亲戚了 就算是路边的狗 看见一只妖头 张嘴 是 主上 你个穷酸鬼 竟然敢打我 穷酸 夫人现在可是你们所有人 都要仰望的存在 如果不是亲戚 你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 可以见到龙殿财团的财主 疯了 一群疯子 还龙王殿财团的财主 你们 怕不是还没睡醒呢吧 就凭她萧青雨 还敢说自己是 龙殿财团的财主 她有这个资格吗 臭傻子 你吹牛也不打听打听 龙王殿财团财主 是什么身份 就凭你们 也配跟她碰瓣 你们不信 是你们有眼无珠 我们有眼无珠 你萧青雨 现在怎么也得了 妄想赵 失心疯了 丢人鲜艳 东西 好啊 今天本尊就让你们看看 我和青雨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们这帮唯一力士 无贤贫爱富的人 到底配不配做我们的亲戚 南省首富谭桥生 庆贺殿主大人和财主夫人大婚 送贺礼 八千八百八十八万礼金 南省首富 南省首富亲临 还带了八千八百八十八万礼金 怎么可能 江省首富 上归于福 庆贺殿主大人与财主夫人大婚 送贺礼 奉侠子经官一部 送子御官一一尊 这个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凤霞子经官 代表着女人最高的权贵 这 这可是每个女人都梦寐以求的礼物 叫什么叫 凤霞子经官价值两个亿 你还给这白人做梦 再说了 那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 广省首富万景山 请和殿主大人与财主夫人大婚 送贺礼 海洋之心 快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海洋之心 闭嘴 万总 小的 有眼无珠的东西 没看到我在忙吗 滚 滚 滚 是 对不起 对不起 见过殿主大人 见过财主夫人 嗯 有心了 叶辰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谁 你先别问 你刚才不是说 穷酸鬼不配做你们亲戚吗 那么现在 你们配做轻语的亲戚吗 你 那谁知道 你这是不是你找的人来演戏的 嗯 对 就是 一个傻子能有什么身份 你在萧家吃上了十几年 谁不知道 我就知道 你肯定是在演戏 臭傻子 你演戏也不演得像一点 你个穷酸的臭傻子 你别让三成首富来喝礼 你是把大家当作傻子了吗 就凭你们也配让主上找人演戏 你可闭嘴吧 他演成这个傻子什么样 十几年来我们还不知道吗 废物就是废物 再怎么装 也还是一个废物 刚才还差点被你唬住 现在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演戏被我们揭穿 你这次丢人可丢大发了 小情侣 这就是你找的废物老公 你就是个赔钱货 先生他没有演戏 是你们有演戏中 忍不得他的身份 他什么身份 一个傻子的身份吗 真是不可 怎么 说不出话来了 你可真是个蠢货 你们两个 一个傻子 一个瞎子 残废配残废 天残地天 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本尊 你 你不行 一律浮游 若不是看在你们已轻易的力量选人 本尊谈指尖便面了而等 神宗 你是这么看得到大力的女人吗 臭傻子 我今天弄死你 你又算什么东西 臭傻子 我警告你 我可是认识江城都军夜九 你敢打我 你今天死定了 好啊 你说你认识夜九 那你现在就把夜九叫过来 看看到时候是咱们谁先死 臭傻子 你给我等着 等我把都军叫来 我看你怎么死 臭傻子 你就等着吧 等都军一来 我看你怎么死 那你怎么就知道 夜九见到我之后 不会第一时间跪下行李呢 你放屁 龙王殿江城都军 见到你要下跪 这种大话你也说得真好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就是那位龙王殿的龙王大人呢 就他 一个臭傻子 刚才演戏就被揭穿了 现在又来眼龙王大人 不知廉耻的东西 傻子 刚才打我龟那几巴掌 我可给你记着呢 你最好现在就给我跪着 跪到都军大人的到来 人许我们还能饶你 还有你们两个 也得给我跪下 刘晓妮 本来我还把你们当成亲人 以前你们刘家 还有张家 我哪个没帮了 你们可真是我们的心意 你快给我闭嘴吧 我们还没有 你这样的穷孙户当亲戚 怎么 现在你们萧家破产了 想让我们两家出钱帮你 你想都别想 这都是你自找的 好 记住你们刚才说的这句话 待会儿可不要哭着喊着 求轻语原谅你们 重新认回这个亲戚 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 就算我死了 我也不会载着你们这种捡垃圾的穷酸鬼 做亲戚 这样的赔钱货 我嫌丢人都来不及 好啊 这可是你们说的 今天是主上与夫人大婚的日子 你们给我听好了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酒店闹事 是 独军大人 独军大人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沈松 你是 你是云城沈家那小子 是 独军大人 上面有个废物在闹事 他还不把您独军大人放在眼里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说了他两句 他直接给我动手了 今天主上大婚 竟然还有人敢闹事 带我去看看 独军大人 这个废物简直是胆大妄为 他在龙殿里闹事 您一定不要放过他 独军大人 这边行 独军到 沈松 独军大人来了 臭杀 你就等死吧 独军大人真的来了 我们快去迎接独军大人 走 真是一群有眼无珠的狗东西 他们以为高攀的月酒 在主上面前 也不过是一个小喽喽而已 患难见真情 落难见人心 我只是没想到 他们竟然一个个的都这么无情 连一点基本的感恩之心都没 是外公 管教无方 清月 你妈呀 他们 都随了你外婆 我现在倒是很好奇 待会他们要是知道了主上女夫人的身份 得有多后悔 独军大人您好 我叫刘晓丽 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了 你说的闹事的那个人在这里 是哪一个 独军大人 就是那萧家的大傻子 叫什么叶晨 找死 知道那位是谁吗 他不就是萧家的那个傻子追婿吗 是啊 独军大人 他就是萧静宇的老公 将成出了名的傻子追婿 叶晨 对呀 我们没有弄错 瞎了你的狗眼 不认识我们的主上 主上 什么主上 那个独军大人 您肯定是认错人了 那个废物 他就是萧家的傻子追婿 我们敢用信念担保 哎呀 哎 主目村公的东西 主上是龙王殿的龙王大人 我怎么能看错 不可能啊 绝对不可能 这个傻子叶晨 就是萧静宇的老公 怎么可能是龙王大人呢 放肆 萧青宇夫人现在是龙神财团的财主 岂是你一个废物 能知乎其大名的 龙王殿战神 以及龙王殿全体高层 前来恭贺龙王大人 与财主夫人大婚 参见主上 参见夫人 主上与夫人 百年好和 永结同心 起来吧 怎么可能 这 这怎么回事 叶晨 今天真的是龙王殿的龙王大人 这 这萧青宇真的是龙王殿财团的财主 完了完了 这 这次 是我们 有眼无珠了 你 你个贱人 都是因为你 害我得罪了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扔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 萧青宇 是我夜晨的女人 谁敢再对她不见 绝不轻饶 呀 青宇呀 你这丫头也是的 你怎么不早说呢 哎呀 是啊 青宇 这小爷 白疼你了 你说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告诉我 哎 你们还真是无耻啊 跟我妈和萧子爷一样无耻 在恶少欺负我上 他们不仅不选择包裹 帮着恶少逼我去死 本来我以为今天不让他们过 才会得到你们的祝福 可我没想到 你们居然是一群亡恩负义的人 看我萧家落魄 以格格的落井下石 不过还好 我还有夜晨 外公 你会祝福我们的 对吗 是的 丫头 是外公 没教好这些人 让你受了委屈 这些情节 不要也罢 外公 会永远地 祝福你 支持你 你是外公的骄傲 兄弟 你愿意嫁给我吗 嗯 我愿意 那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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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